這是什麼啊? 木鱉果 這怎麼吃啊? 吃裡面的肉跟囊 只不能吃 不能吃 這一定要煮過才可以吃的東西 不是水果啊? 不是 哈囉大家好 現在是早上九點多 我一輩子在桃園地區 就只去過中正市場 今天剛好來到老婆負責教游泳的地方 她去教游泳 我來周圍走一走 結果發現有一個大的市場 咱們今天一起來去看一看 中壢平鎮的三子底市場 看看跟我們的市場有什麼不一樣 體驗一下這裡不一樣的市場氛圍 Let's go 還有這種傳統技藝 蠻明 我這裡的市場有屋頂 就不用怕下雨了 好像比我們那裡的中正市場 更有規劃的感覺 我們這裡還是比較喜歡吃黑豬肉 覺得黑豬肉比較沒有腥味 所以口感吃起來也比較好 在市場的外圍 好像賣衣服的都比較多 和家庭用不去 很高 這裡贏的就是市場了 這裡贏的就是市場了 熟食 水果 一盤一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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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漂亮 一盤一盤一盤 一盤一盤一盤 一盤一盤 這是九層台 很漂亮 這是什麼 木邊果 這怎麼吃啊 這吃裡面的肉跟囊 只不能吃 不能吃 這一定要煮過才可以吃的東西 不是水果 不是 真的啊 要煮過才顧眼睛 顧眼睛 因為它切紅素很高 真的啊 沒看過 沒看過 謝謝 謝謝 上網看看 木憋果 謝謝 看著就好吃 南北雜貨行 一樣 都是標靶黑豬肉 這個就是鄉下市場的特色 哇 一般豬肉攤都會打紅燈 會讓肉看起來比較鮮豔 看起來比較有食慾 蓮藕還是很多的 你看 還是黑豬 市場不小勒 鹹魚乾貨 鹹魚乾貨 鮮魚乾貨 高山田市 高山田市 這個我也沒看過 這個我也沒看過 老闆你要什麼嗎 沒有 我沒看過這個 這是梨子啊 你沒有買過 這是梨子啊 對梨子 那我還看那邊寫柿子 這是高山市場賣完了 高山市場賣完了 是皮梨 對 那是皮梨 那沒看過 沒看過 感謝 對 不要啦 砂糖菊 現在也是這一個 菱角的產季 我們還真的沒有在家自己煮過 乾脆買個一斤回來煮煮看 天爐耶 好久好久沒吃過 看過這玩意了 天爐 大家看一下 我們之前講過 通常圓的就是鴨蟹 方的就是竹蟹 超多石斑魚 你看 撕掛魚 不要使餘而已 自己中喔 哈哈 小時候的回應 咸鱼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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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魚好大條 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超過20公分 它就會被稱之為透抽了 小管 秋刀魚 還有黃魚 帶魚 我這帶魚好肥 拿魚 鱼攤子 拿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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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在挑選蛤蜊 他聽起來空的就是死掉了對不對 有的是暗裂 有的是死掉 暗裂的話還可以吃 這種就是有良心的老闆 他會每一顆都挑過 每一個都很有良心 要不要是最後有 喝的有顆而已 苦力滑每一顆都要敲 不然他有時候一顆煮了 壞了整鍋湯就不能喝了 對啊 弄到千萬里帶也不願意 勒座也沒有很容易中 哈哈哈 老闆謝啦 謝謝 十目魚 豬肉的攤子比較多 牛肉攤子好像只看到一個 水果跟青菜攤 客家的碗粿最好吃了 上面也是炒的蘿蔔乾 客家炒蘿蔔乾的時候 裡面都會有一點點蝦米 特香 這樣我們就走出來了 這個市場其實 不算大也不算小 攤位很多 但是感覺起來 買菜的人潮 可能這個時候並不是最高峰 我們今天看到了幾個 我沒看過的東西 這個叫木憋果 雖然叫果 但是好像不是當水果吃的 我再回去查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另外它上面都有屋頂 有遮陽棚 如果來這邊買菜 可能這個買菜的經驗和體驗 但會是不錯的 它賣的東西 其實跟我們那裡就會有落差 我們那裡有很多雲南啊 少數民族的口味 這裡就比較少了 好嘞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就到這個地方 新體驗 咱們下回見